今天凌晨大概2点多的时候呢 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风雨桥架 自从上个月 就是大概1月4号呢 从加拿大飞到美国之后 到现在整整一个月 很少下雨 每天都风和日丽的 然后这段时间呢 在国内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很严重的事情 那今天呢 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首期 我们国家现在 这个肺炎 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2万个 那后续有多少个我不太清楚 按照以往计划 如果说没有这件事情的话 我现在呢 其实已经踏上了启程的航班 去到下一站 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呢 导致了我可能长期 甚至是不知道多久 都不能回去 这个让我计划完全改变之后 我在美国这个状态 可能就有点差劲了 因为我需要将我所有的计划 重新捋一遍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事情 特别艰难 今天白天呢 去店里买一些衣架 因为这个 我的房间的衣服是越来越多 增加了不少的外套跟裤子 没地方挂 买了点衣架 顺便吧 买了特别喜欢吃的这个 橘子罐头 这都是我很喜欢吃的 然后更是补充点这个 补充点营养 买个香蕉 晚上半夜熬夜工作的时候呢 吃个巧克力 然后补充补充这个 饥饿的神经 此时呢 前面的工作室啊 正在运行当中 刚才刚拍了两个画面 两个 但是呢 阳光明媚啊 并不意味着这个 温度是高的 刚才出了趟门 走了一圈 挺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往里边 多套了一下 因为最近的身体啊 并不是很舒服 一动着 就容易生病 那鉴于这个 特殊情况 特殊期间 那计划就要改变 那怎么改变呢 我觉得只有说 把未来更多的时间呢 集中在美国这块 那只能如此 那算是 去不到其他地方 那就 安安心心下来 先扎根在这边 好好的 努力一把 或者说 继续努力一把 今天啊 发生了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早上起来 那几个房客呢 就说 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异常的现象 那 有没有可能是我的什么黑粉啊 或者说 有些想害我的人 然后 把一件 可能 沾了这个病毒的衣服 扔在了我们家门口的树上 我们呢 我们是半天没敢动 怕它上面有什么东西 全家人在猜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其实后来 我就想 昨天刮大风啊 可能谁家的衣服给刮过来了 应该是这样 我们家这个隔壁邻居啊 买了辆新车啊 奔驰GL系列 哪有钱了 今天刚刚收到的 然后买了一款也是继续投入 在这个视频拍摄方面呢 今天又买了一个 这个索尼的256GB的SD卡 因为现在呢 随着拍摄视频题材的越来越多 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处理视频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东西啊 没有办法 就像当天拍当天编 有的时候又因为其他事 就跑来跑去的 中间难免耽误行程 但是每天的素材量是相当大的 导致的问题就是 很多还没有说来得及转到电脑上呢 就又要继续拍了 那就是太多 电脑上呢 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视频素材 还没有剪辑完 堆积如山了 虽然有四张记忆卡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吃紧的 因为我有三台相机 那没台相机呢 拍摄的那个画面都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呢 就为了避免日后 总是一张卡弄满了 然后赶紧得倒来倒去 那样我个人感觉 用现在脑子来说呢 会有点断 然后就买了一张大一点了 可能就一张卡 能拍个好几天这个样子 既然开始在这边要认真工作了 那就 该投入的还是继续投入吧 幸运这个次呢 在我身上 我跟大家聊过很多次 总是说啊 自己多么多么幸运 但这一次呢 我还真的得说 特别的幸运的同时呢 也是不幸的 我大概是在 2019年的10月底呢 去了一趟这个 武汉 那紧接着过了十来天 这个 就开始有人感染这个肺炎病毒 然后肺炎病毒呢 后来爆发之后到今天 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 我活这么大也是第一次遇到 就是 真的 好像很多地方 跟我们国家都已经 先说啊 先暂时这个交流 就比如说这个人来人往 旅客相互之间的这个人员穿梭呢 已经基本上停止了 然后今天的消息就是 我的房东还有房客 还有他们一家人呢 这个 已经订好的机票 本来是跟我机票差不多的 那个时候回国 然后因为2月14号 还有情人节 想在国内看看 情人节能做些什么啊 拍拍中国的浪漫 可是呢 结果就 非常的遗憾 包括我的这个 亚洲行第二次之旅 本来计划好的 已经是 准备定好时间去日本 东京 然后大阪 然后明古屋 这几个地方看一下 同时呢 也要去越南 转转去泰国玩一下 因为泰国很多人都说 甚至比东京还要好 可是这些 已经计划好的行程呢 就包括详细的每天做什么 突然间呢 就富足东流了 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 去实现那些 然后之前跟朋友 约好了也没有办法实现 前两天呢 国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特别想出来玩一玩 但是他出不来 然后就问我一些很多 关于美国这边的生活 我觉得 听了之后 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因为 忽然间 就从今天开始 你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回去 也不知道 朋友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好像就说 比如家里出什么事 我想飞回去 都飞不回去 这个样子 突然间感觉 我进入了一种比较 那个担心的状态 这种感觉呢 这么长时间以来 是没有过的 第一次感觉到 有一些地方你想去 去不了 之前呢有一段时间 也计划说去成都 找找朋友 因为成都呢 是我国内经常要去的地方 还有计划是 我回国之后呢 要去一趟云南 找Dino啊 他们聊聊 未来有没有什么 在什么方面 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没有好这种想法呢 那反正到现在呢 是全部戛人而止 挺难受的 昨天又听我朋友说 在成都的 他跟我讲说 他现在心里特别难受 我说怎么了 他说这个 他想吃东西 我说那你吃啊 他说吃不到 我说怎么呢 你去买呀 他说买不到 我说怎么可能买不到 他说现在很多 他想吃的这个美好的食物啊 或者可口的食物啊 这个餐饮呢 已经关门了 所以我说 我相对来说是幸运的 幸运的是 比如说我现在 生活在美国 在生活方面 没有任何影响 你可以去健身 可以去游泳 打篮球 参加集体活动 干什么都可以 三星呢 过几天要发布 这个新的手机 他的发布会呢 也是照常举办的 现在无法想象 果然的生活 所以我会每天呢 跟家里人在网上 沟通一下 问问这个情况 家人说 他家都挺好的 现在网上查了一下 我们家这个 全国疫情感染 山西临盆 现在就是一例 确诊的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 但是呢 我们看看其他地方 像湖北武汉那边 已经是 特别特别惨了 我个人感觉挺难受的 就是 你看到很多 那样的事情发生了 你无能为力 你也是没有办法 本来我想的是 在这边回国的时候 当时机票还没退啊 机票还是后来被 航空公司刺激给主动推掉 你想买买不了 所以还得推迟20多天 才有可能呢 买到回国的机票 所以起码在这边 要多待20多天 这个是我计划之外的事 就原来计划 这个机票没退之前呢 就是 回国 我在美国这边 买上一堆口罩 给家人 给朋友 给网友的粉丝 就免费送他们一些 结果发现这口罩 大家知道 前几天呢 根本就买不到 然后美国这边 完全断货了 那我做视频这么久呢 其实 会看待任何事物 都会从两方面去看 不可能说单方面的 就是把一件事情否定 或怎么样 之前呢 出过一些视频 讲过这些 就是我们在中国生活 和在美国生活的一种差异 其实除了环境方面的差异以外 最大就是人文方面 就是人怎么对待你 怎么看待你 怎么去尊重你 怎么去区别对待你 那很多事情就一直发生着 但现在呢 我其实活这么多年啊 从刚开始那种 对什么事都比较较真 尤其是那种 别人说我解决不好啊 我会心里难受 到最近这两年 别人说怎么骂怎么说 我也不会再在意了 因为 当你回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 你会真的 会发现 那无论什么事情 你永远可以有 找到好的一面去看待 就比如说疫情爆发了 好处就是 很多人 大家不用出门上班了 是不是 就短期内在家待着 只能在家待着 只能 所以呢 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呢 跟家里人陪伴 其实在我们国内现在 很多人为什么 性格那么急躁 我觉得就是 因为发展走得太快了 很多人停不下来 比如每天上班 下班 每天心情压力特别大 每天这个工作啊 这个情绪啊 方面都不太好 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呢 你对待人呢 就非常不耐心 你对待整个社会呢 会有那种焦躁感 焦躁感一产生呢 你对人的尊重呢 就可能放在次要的位置了 那正好这个机会就是 能够让大家沉淀沉淀 真的 呃 让很多人坐在家里 然后想想自己 应该做什么 陪陪家里人 感受那份情景 感受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工作 为什么我们要奋斗 那 这是大家的幸运 大家可以真的坐在那边 享受天伦之乐 我觉得这是一件 还挺不错的事情 然后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这种 大疫情爆发之后 这种很微妙很特殊的一种 生活上 节奏上的改变 就被强行改变 也许你之前 不太习惯这样 但突然间被逼着 做一件事情之后 你一旦习惯 你会发现原来 很多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美好的一面 那这是大家的幸运 那我的不幸就是 我也想感受这种 回到家 可以每天陪着家里人 每天聊聊天吃饭 我觉得那也是挺温馨的 但是我现在被困在美国 我觉得 难受 之前给老妈发了个信息说 妈我想回家 我妈跟我说 现在这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回家 在那好好待着 每天吃饭 之前洗手 注意卫生 等疫情过去 你再回来 那天跟外一个朋友聊天 然后我们当时 买了点肉 买了点米饭 在家做了非常丰盛的菜 当然不是我做的 他们做的 做完之后往桌上一摆 我一看 哎呦 这是不是宴席吗 我就拍张照 发个朋友圈吧 然后朋友说 不要发这个 你发上去之后 这是拉仇恨 后来我这一瞬间 我就想 就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你不仅仅 不能够回家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你甚至不能够 告诉别人 你生活的很好 其实我的舞蹈 我一直就是想 分享美好的事 我给大家分享美好的生活 然后那天呢 我就没有拍照 就忍住了 那就把一些美好的东西呢 就存在自己 心里自己过得好 后来呢 连家里人也没发 啊 就是这样 很多事情的发生呢 会默默影响着 另外一批人的生活 这一次 对我来说 影响最大的就是 想回国 回不去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就这两年呢 我没事的话 我在一个地方 待一段时间 我都会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想不停的 变换生活的环境 生活的方式 但家里呢 偶尔回去一趟 因为我想隔三八五的 跟家人见见面 但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 不能够说 每次回到家里待很久 那每次能回去待个五六天 我觉得挺知足的 那起码一两个月之内 能能够回到家里人身边 待个五六天 我觉得这 本来是一件 已经定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做的 那这次啊 真的是天灾啊 天灾 然后 回不去 只能在美国待着 那从明年开始呢 咱就把更多的精力 集中在美国的生活上 把亚洲型的第二次之旅 先无限期延后 然后 也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保持订阅关注 我的真实生活 记录分享 包括我的心情 包括好的 不好的 实时的 或者说追忆过去的 希望在未来的视频当中 慢慢的跟大家 一点一点的相识相知 那今天聊到这儿 都要加油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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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